2010年,26岁的江阳卓马翻唱西海情歌《一夜成名》 他也从一名中学辍学的女孩摇身变成著名的歌手 身价暴涨 然而没过几年,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 却跟歌曲原创作者对峙法庭 那时候的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他已经结婚成家,而且还有三个孩子 娘家还有亲人等着他接济 如今跌落神坛的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江阳卓马出生在贫困家庭 家里的兄弟姊妹有很多,是个大家庭 生活的重担也都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 他的母亲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干体力活,也只能待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 当他们家的食物短缺的时候 母亲也会去邻居家借食物 周围好心的邻居看到这样的家庭情况 也会伸出援手帮一把 他的哥哥也没有机会上学 只能早早的外出打工来补贴家用 他们在社会上打拼几年后 也深刻的体会到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一生都无法从事有尊严和体面的工作 只能做一些体力活 最初他的父亲不打算让他去读书 想让他早点去赚钱 父亲也只能勉为其难的让他去上学了 哥哥们为了妹妹能有个好的未来 也拿出自己的积蓄来供妹妹上学 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初中三年他的成绩总是很优异 母亲也为他感到骄傲 初中毕业后 他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师范学校 按照当时的发展路径 他很可能会在毕业以后成为一名老师 有着人人羡慕的体面工作 但是高昂的学费就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父亲也只好无奈地告诉女儿遇到的经济问题 希望他能体谅父母 在现实面前 他也只能妥协 中途放弃学业 年仅14岁的将阳着马 独自一人去往北京谋生 在偌大的城市 他没有学历 找工作艰难 他也只能坐着最低等的搬运工人 饭店服务员等重体力活 也仅仅能维持生计而已 1998年 他的母亲因病去世 他赶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 后来他就跟着自己的大哥在当地的水电厂工作 跟男工人一样扛着沉重的水泥袋子 接着又辗转到了一家高级酒店当洗碗工谋生 在酒店他工作勤奋 很快就因为清秀的样貌而当上了服务员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一次 有一个艺术团来这里演出 因为其中一个演员临时有事 团长只好找了他来顶替 没想到 他竟然展现出了惊人的歌声 现场观众的掌声很热烈 团长也看出了他很有音乐才华 鼓励他好好学习音乐 白天他忙于工作 晚上空闲的时间他都在自学音乐知识 通过不断努力学习 他参加音乐学院的考试 后不负众望被学校录取 这一次他的哥哥们共同努力解决了他的学费问题 在经过专业学习后 他的唱歌技巧大有进步 还参与了舞台剧的演出 他独特的嗓音也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自然他也有了不小的名气 后来有人告诉他歌手想要有更好的发展 还得去大城市发展 有专业的团队打造形象 发自己的专辑才能有更广阔的前景 一心想要打拼出一条路的他 心动了 此时他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踏上了前往首都的火车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2008年 他接连推出了几张专辑 因为富有抑郁风格的扮相 嗓音也很有辨识度 也算是有个好的开端 但是离走红还有很远的距离 虽然声音很有特色 但是始终没有自己的代表作 因为他不擅长创作 只好选择翻唱符合自己风格的歌曲 2010年 他凭借翻唱西海情歌《快速走红》 这首歌好像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 这也导致了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就是他写的 在赚到钱后 他为自己的哥哥们买了车 翻新了家里的房子 他也成为了家里人的骄傲 事业有成的同时 他也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他和央视的一名纪录片摄影师相恋了 两人经历了分分合合 也经过了重重考验 2014年 两人举办了婚礼 在婚姻最初的几年内 他陆续生下了三个孩子 在婆婆的帮衬下 他也度过了女人当妈妈后最艰难的日子 虽然他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他一直坚持帮助自己的娘家亲人 偶尔也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他的婆婆自然也很支持他的做法 他也是真心把婆婆当成母亲来看待 家庭失业双丰收 他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 然而这一切的幸福却被一纸诉状给打破了 2015年 刀狼为了维护自己的版权 起诉将央卓马钦拳 为此两人对博公堂的次数多达42次之多 由此可见这场官司的激烈程度 2021年 法院判决他向刀狼赔偿25万的人民币 刀狼也不是在乎这一点钱 他在乎的是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歌曲 毕竟创作一首歌曲也不是见轻松的事 这场官司自然也对他的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在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后 他做出了退出歌坛的决定 毕竟想要在乐坛有好的前途 翻唱别人的歌曲也不是长久之计 隐退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经营上 陪伴自己的家人 选择做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他因为刀狼的歌而走红 最终的结局也是因为这首歌 虽然没有了事业 但是他依然很幸福 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 和丈夫一起经营着自己的贸易公司 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这一次 他的生活态度更加的平和 内心也平静了许多 怀着那颗感恩的心 他一直在勇敢的前行 祝福他的未来越来越好 看完记得关注